黑帝银龙王旗 子瑞 那是大鱼王族的战旗吧 对呀 谢谢 赶任我再来 十二年前 自从咱们大梁和大鱼 在梅林打了那场血战之后 两国的交往甚少 他们这个时候派使臣来 到底想做什么呢 你真要跟萧景瑞那两个公子哥 一块进京 他们两个身份尊贵 又不设朝政 最合适不过了 这件事情总该有个开端 如果我不随他们去 难道还真的 要我接受太子和豫王的招揽 以牟师的身份进京 萧景瑞虽然与夺敌之事毫无牵扯 但他的父亲宁国侯谢玉却不是 是 你这样直接住到谢府去 会不会太冒险了一些 你放心吧 京城的准备已非一日 就算我住在宁国侯府 也足以自保 好啊 宗主 门外有一位叫萧景瑞的公子请见 说是您的朋友 请他在偏听懂我 景瑞啊 虽然你常走江湖 但是能与江左萌的宗主为友 也不容易吧 是两年前一次机缘巧合才认识的 最近我听闻他身体患了旧疾 我想这郎州气候阴冷 我便写信给他 邀他到金陵小助休养 没想到他竟然同意了 崇闻此人啊 手无腹肌之力 却能号令众英雄 不知他怎会如此之神奇啊 这下好了 终于可以见见他的真面目了 你能不能扁每次 整完卖都这副表情啊 你是来给我送行的 还是来拦着我的 我拦得住你吗 十二年前我就知道 这金陵城你是迟早要回去的 既然你知道我迟早要回去 就趁着我身体还可以 帮我了结此事吧 我诊完卖可是什么都没说 你怎么知道你身体还好啊 那你告诉我 那你告诉我 我还能坚持多久 那你告诉我你需要多久啊 两年 两年可以啊 那你带十个大夫去 你带一吗 你带十六年 你带十六年 他拦路了 他们就根据他 祖父你摆带了 我快要去 你带十六年 要不要去 房子 要去租房子 你都不信 有你足矣 顶得过十个大夫 飞柳 你苏哥哥就要丢下你去金灵了 不如你跟我到南楚去玩吧 不行 要去 你要去哪儿啊 金灵 QUES examples 笑 人 不是 有人 一定 都没写 was 白 有素兵 咳